我们再稍等一分钟 等八点钟的时候准时开始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八点钟正式开始了 首先先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纽约定期私校的盘点讲座 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做介绍 我是 Elsie在Sink Academy负责marketing相关的工作 那其实过去跟大家讲过很多长导的top学区 包括纽约的特殊高中 那今天我们来讲个衡量纽约高标准教育的另外一个标杆 纽约的顶尖私校 那今天首先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互动 大家对于纽约私校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下面列出来四个比较常见 大家看也没有说跟自己比较符合 对对对确实是贵 因为为什么呢 这边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就是纽约的私校呢 学费基本上是四万一年起步 那漫岛其实很少会低于五万 那课程这边其实公立学校都是统一的大纲 但是呢 哎 纽约的私立学校 哎 每一所都是自己开发设计的课程 所以说去到不同的私校 其实上的课程都是不一样的 那之后也会详细跟大家介绍 哎 纽约私立学校课程自主设计的特别是处 那所以说呢 今天整体其实是分为五个部分 那首先先会为大家介绍我们纽约私校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以及申请要关注的一些重点 那然后会以传统私校Doughton 以及女校Brillie为例 为大家讲解 这两所爬腾率都超过30%的学校 特别在什么地方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会为大家做一下私校的总结 以及公私校之间一个更加深度的对比 那第五个部分就是我们的Q&A环节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及时留言 那我会在最后进行统一解答 那什么叫课程自主设计呢 其实就是私校的课程不是跟纽约教学的大纲走的 那每所学校都会自己的去设计 根据他想要培养的学生 以及他的外部去设计不同的课程 那下面也会为大家详细解答 那这边呢就先跟大家说一下 纽约私校的一个整体情况 那其实说到纽约私校 就想问问家长们啊 第一时间想到的私校其实是哪一所呢 因为其实纽约私校很多 对对 Trendi嘛 Horsman 其实我们叫出名字的像Horsman啊 Doughton 包括像Riverdale 或者是哎 这边其实是纽约会有一个Ivy Prep League 那其实这个就是跟滕校哎差不多八所顶尖私校组成的体育联盟 虽然说跟滕校没有一个application的关系 但是其实50%的学校呢 在这里面 帕腾率都是超过30% 下面为大家列出来 帕腾率超过30%这几所私校 那其实这边就是稍微有一个可能有点冷的知识啊 就是美国的Ivy League的大选期一开始也是顶尖的体育联盟 那其实纽约除了说我们说这八所顶尖私校以外 200多所私校 说我看名字我都不知道说这私校跟私校之间有什么区别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这边其实200多所私校简单来说呢 可以分为六大类型 基本上私校也是在这六大类型 像我们说的Doughton啊 包括Horstmann其实都是传统的私校 除了相对而言呢 历史比较悠久 招收的亚裔倒相对比较少 另外呢 其实也是纽约我们叫得出名字的最最top的 基本都是传统私校 除了传统私校以外呢 还会有像Basis,Avnus这些新派的连锁私校 就是全美各地他都会开分校 分校之间的课程 基本上设计都是相同的 相对而言对亚裔比较友好 像纽约的Avnus其实设施也是比较新嘛 因为相对而言 它其实开了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那男校跟女校 其实看名字也很好理解 就是all boys all girls 就是一个学校他都只是男生或者女生 那特殊教育理念呢 其实大家看名字也是好啊 蒙特索利或者瓦道夫 他是会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贯彻在私校的课程设计当中 那其实像我们熟知的啊 比方说长导的Francic Academy 包括我们说的三一 Trenties School 其实都是宗教私校啊 不管是像基督教天主教 像Franc Academy其实是Craker 那Trenties School其实是Trabble 那都是会把宗教学习以及神学 放在自己的课程当中 那小朋友呢 也需要定期的去进行一些宗教活动 那另外双语私校 其实就是我们看这个名字啊 就是法语名字特别长 其实它就是一个法语的学校 sorry 别的私校呢 可能也是会学习西班牙语 或者是其他语言 进行一个相对沉浸式的语言学习 那这个是双语私校的一个特别之处 oh sorry 除此之外呢 其实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啊 说这个私校高不可攀是这样吗 因为很多家长说啊 这个Trinity Hustman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是吧 Potor啊 Potor率很高的 录取率百分之五 我们上不去啊 那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们后面就今天会跟大家讲解传统私校 还有语校 后面呢 会跟大家详细介绍其他的四类 那另外说回来啊 说这个 其实虽然说可能传统私校相对而言比较难录 但是一些新派连锁私校 比如Basis avenues 相对而言对亚裔还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大家不要说这个私校跟我没有关系高不可犯 其实如果说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上私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那么的难 啊 接下来就为大家聊下哎比较 general的一个私校申请的话题啊 那 首先呢 这个哎 私校申请之前有家长问我说哎我三年级想进私校可不可以 那其实私校这边他不是每年都能进 他学校整体而言会有两个比较大的entry point A和九年级 这两个年级呢相对而言招数的学位比较多 其他呢相对就会偏少一些 那或者说其他学校就是干脆告诉你 我在其他年级就没有 我不招生 那我们面试有一句话啊 就是私校申请小娃主要看父母 大娃靠自己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后面会跟大家分情况讨论一下 他们小娃跟大娃之间的一个申请 帮大家更深刻的理解一下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父母是有校友 Legacy是这所私校毕业的校友的话呢 申请是会有一个加分的 OK那 接下来呢就是以Dowton为例啊 为大家讲解一下纽约私校K年级的申请 那为什么以Dowton为例 不是说我们今天讲Dowton 我就我就说我先讲 那是因为说其实Dowton的一个 儿童测评一小时十五分钟 有三个方面 那基本上在纽约私校你做儿童测评 也是这三个方面 或者说他只会抽其中一两个 那我们就挑最全的来讲嘛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凤面试 包括说会邀请现在学校的老师 来填写一个将近20页的report 那这个接下来跟大家详细评一下啊 说这个儿童测评 一个小时干什么呢 首先他可能会有 他会有小组活动 讲一讲之就是一组孩子放在一起玩 老师在旁边去观察 每个孩子在这个集体当中的表现 我看小朋友没有leadership 我懂不懂分享 那我跟小朋友们 跟同龄人一起的一个团队协助 还有交际能力怎么样 另外呢 老师呢会进行一个一对一的测评 就是把小朋友们单独领到房间里面 这个时候呢会干什么呢 可能就是会让小朋友写一写名字 或者说字母数字认识多少 那会邀请说 我话说家庭成员 或者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我看你能不能复述下来 你这个记忆力 原表达能力和逻辑表达能力怎么样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自由活动环境 就是房间里面呢 其实会摆满很多的玩具 老师会在一旁 看着他不会参与 就是看小朋友们 在这个环境中 我更喜欢什么样的玩具 那我对这个玩具怎么玩呢 就是让小朋友们自由地去展示一个个人的兴趣和能力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玩这个做儿童测评不可控的 就是但是呢 就是尽量不要说 说我要我要找妈妈 说一分开 就是哭闹呢 这个只是在私校申请当中 面试当中就是会比较扣分的一个项目 另外呢 其实家长面试呢 这个主要考察的是家长的一个家庭背景 对于学校的了解 对于小朋友的了解 还有说 我教育理念跟学校是不是契合呢 其实就是可以看成就是跟找工作面试差不多啊 看看说我们这个家庭跟学校之间外是不是一个match状态 那下面帮大家列出来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啊 就比方说哎 为什么为什么要申请这所学校 哎 你的孩子擅长什么 在家喜欢看什么书 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那除了说哎 这所学校之外 还考虑什么其他的学校呢 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 那另外呢 哎 我们这个二十页的报告 其实就是 哎 会邀请孩子现在pre-k的老师进行填写 主要写什么呀 就是会 让全方面的评估家庭的一个教育 包括小朋友的身心发展 那这边呢 会就是列出来一个样题 那其实这个问的就是哎 小朋友们对于找不同的能力是怎么样 从左到右 哎 我说不能辨别物体的不同 右边是哎 即使是两个有细微之处不同的物体 哎 我都可以辨别出来 那哎 说完k年级的申请哎 简单来说呢 哎 也跟大家说一说九年级的申请啊 同样是以道腾为例 那其实呢 相比较k年级申请 九年级申请父母参与的环节 就是那么的多 主要还是靠小朋友们 除了面试以外呢 需要写自己的personal statement 哎 提交成绩单 教师还有学校counselor推荐信 并且进行面试 那整体我们的材料都是环绕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为什么要申请学校 希望在学校获得什么 哎 过去有什么成就 未来希望做到什么 那其实 这个嗯 怎么说呢 因为哎 到高中 其实顶尖私校追寻的 还是最最top的那些学生 啊 可以把这个简单的认为 哎 我这个想申请腾校 其实哎 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哎 陆续关键是什么呀 我过去 有没有什么的心血爱好 我坚持做过哪些事情 哎 有没有科研经历 竞赛经历 哎 有没有优秀的成绩 啊 其实哎 我们看这个传统私校 大概5%往下的一个申请难度 都知道哎 其实不亚于腾校的个申请 那所以说呢 其实总的来看到K年级申请的难度 是圆圆小于9年级的 那小娃呢 其实是要更多的看家长 哎 家长有没有教育理念 你能不能哎 跟学校 怎么说呢 看对眼 那小娃呢 还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言语表达 啊 以及哎 团队协作的能力 那大娃主要是看自己哎 自己过去小学初中有过哪些成就 那能力是不是突出 那哎 也为大家简单的列了我们私校申请的时间线啊 其实每所学校都不太一样 这边只是general的 具体的其实还是要到每所学校的网站上面去了解 那基本上呢 就是在11月份之前呢 准备好所有的辅助材料 然后在12月到2月的时候进行一个学生或者家长的面试 那3到4月就是会得到的录取结果 那其实传统私校这边呢 哎 为什么先跟大家说传统私校 因为我刚刚说了嘛 巴索哎 传统私校代表纽约最最套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说传统私校 那其实 哎 这边列了很多我们对于传统私校的一个第一印象啊 比方说哎 重视人文教育 STEM相对偏弱 哎 特别难进 亚裔特别少 哎 大家觉得就是这些印象 哎 自己自己有没有呢 如果说有的话可以打一个一啊 啊 其实呢 是什么呢 就是 啊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啊 其实怎么说呢 是不是真的呢 50%是真的 因为确实是哎 从刚刚列出来亚裔比 可以看到确实是亚裔很少很难进 但是呢 哎 传统私校不仅仅是重视人文教育 其实相对而言的STEM也是哎 很强势的 那么下面就以Doughton为例 哎 来为大家看看我们传统私校在这个科技的时代 是怎么样哎 去Develop自己的STEM课程的 哎 这边先给大家列了Doughton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啊 这边可以看到 师生比一比七一个年级的人数差不多哎 不到哎 在100左右 亚裔占比百分之12.8 那入学窗口除了刚刚说的K和九年级以外呢 还有六年级爬藤率百分之三十七 啊sorry 爬藤率百分之三十一 学费一年将近五万八 其实每年也都在涨 啊 其实呢 Doughton哎 比较特别日处在哪 哎呀 其实Doughton哎 ICT平均分1430 ACT平均分33 不提供AP课程 其实呢 今天讲Doughton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在私校不提供AP课程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遍的现象 那为什么呢 因为哎 私校觉得说哎 我需要说自己开发我自己的课程 我不我我不是说哎 我仅仅说提供AP课程为了学术哎 或者或者说最直观的哎 私校看不上AP课程 那下面呢 其实是网上一些家长评论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这样 就是私校他其实是想让孩子学会一个自主的思考和学习啊 不是仅仅的说哎依照一个大纲哎 说我们以什么上大学为最终目的不是这样 但是呢 即使没有AP的课程 大学难度的课程私校一样也是不少的 那毕业的要求呢 其实这边为大家列出来了 相对也是很全面 四年的英语课 体育课 包括历史课 数学课 科学课 艺术 这些哎 一样不少 那课程信息呢 其实这边也可以看起来啊 将近二百门课程 哎 其实STEM呢 哎 占比基本上就是比人文加艺术加在一起只少那么一点点啊 其实相对而言哎 STEM的学科开的也比较多的 哎 不是说哎 我们传统私校仅仅说只是提供一个文科的教育 接下来其实也是以 Doughton的CS为例 为大家讲解一下哎 其实很多家长或者说哎 很多我朋友吧都会有这种误区 说这个哎 CS都是什么亚裔移民在搞啊 什么真正的贵族谁去学CS 其实是这样的 私校也是希望说哎 因为现在说科技之上 希望说孩子至少说 有这么一门技术 未来不管是从事什么 可以把我的兴趣爱好和科技相对结合起来 但是四年当中呢不仅仅会提供前端的学习啊 比如网页设计等等 还会提供说哎 我们的一些比较高端的哎 像是数据的结构算法 包括说结合CS在工业领域的一些应用 那除此之外还会有 我们的app的开发 包括说CS在这个电影动画方面的图形交互 光影渲染等等的应用 相对而言都是比较综合和全面的 那除此之外呢 哎我们说哎 开了那么多课是吧 那到底行不行实力说话 那Doughton就特别自信啊 说我们这个数年全美 全美机器人team都是在什么one percent 那除此之外呢 在各个地方也获过很多很多的奖 这边就只为大家列出来一部分 那另外呢就是哎说这个私校贵族贵族在哪啊 说这CS课呢 斯大爷也有啊 是吧 那我私校特别在哪 就这个就跟大家说起来 Doughton的一个科学研究 还有实习的计划 那其实呢哎 说哎 很多孩子可能说喜欢人文社科 但是呢 Doughton九年级的时候说 哎不管说学生的性最爱好是什么 是要进行一个和生物相关的研究 希望说大家可以具备一个生物方面的基本的知识 那10到11年级的时候呢 Doughton哎 因为说哎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top的家长 包括说我们每年有很多的赞助嘛 那10到11年级 Doughton也会哎 让学生去到顶尖的大学 或者是合作的机构来进行研究 啊 下面就为大家列出来一些 像我们熟悉的藤校业录也在其中 那其实从过往的研究成果也能看出来啊 就是其实看起来都比较高端啊 像干细胞癌症研究 包括说哎 分子生物学等等 那其实呢哎 除了说我们的哎 科学研究和实习找到这些top的science机构以外呢 哎 我说其实人文教育也不差嘛 私校也会提供其他的一些贵族资源 比如说在Doughton哎 如果我喜欢人文有没有机会 有可以去国家地理做助理编辑 或者去到知名的时尚杂志seventeen 去做杂志的助理啊 活动策划啊 以及到博物馆 你可以有独立策展啊 进行活动策划的机会 相对而言在功效呢 可能这些机会就会比较少 那除此之外啊 说哎 Doughton是吧 人文教育这个internship program做不错 那另外呢 其实哎 作为传统思想 我们也是非常重视人文和艺术学科 提供两年的艺术必修课 并且对于老师的选拔都非常非常的严格 那美术艺术课和戏剧课的教师 必须是职业艺术家 语言和历史系的教师也大多数持有博士学位 就不是说哎 我本科毕业 我什么 我去哪儿教案 照本宣科 哎 Doughton说不行 你必须要在这个领域 你自己有经验 自己有足够的阅历 自己对你的这个领域有足够的理解 才可以去教授学生 那所以说就为大家总结一下Doughton啊 爬腾率31% 虽然说没有AP课程 但是自主开发了很多高阶难度的课程 虽然说传统思考重视艺术和人文教育 但是其实呢 这么多年与时俱进STEM也很强 就其实只要说你想思考都会给你最好的资源 帮你去完成目标 那说完了传统思考 其实也跟大家讲了一下男校跟女校 这边就是 是我在网上看到大家可能对于男校女校会有的这么一个印象 不知道说ABCD有没有哪个跟大家的情况比较符合 可以选一下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就是没有没有说这些负面的东西 那其实呢 这是男校跟女校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会针对该年龄男生或者女生的生理心理发育的特点 专门设计 我认为适合这个年龄段男女生的课程 那希望是什么呢 在男女校当中可以去帮助小部分摆脱一个性别的刻板印象 不要说性别来定义我爱好 定义我未来的发展 比如说男生喜欢舞蹈 喜欢厨艺可不可以 可以 那男校我们也会开舞蹈厨艺的课程 那女孩有很多可能说外界会说 哎女孩不适合STEM 但是呢 女校她其实也会开STEM的课程 鼓励小朋友们去探索 那希望说在这种不被性别所定义的环境当中 培养孩子的一个自信心 那鼓励他们去自由探索自己爱好的领域 那接下来我们就以纽约另外一所 爬腾率超过30%的女校 Brigley School来 为大家讲解一下 我说这个女校特别在哪里 这边为大家列了一下基本的信息 其实学生人数差不多一个年纪50人左右 爬腾率37% 学费跟刀腾差不多啊 就是在将近6万整个区间 亚裔占比6.7% 那其实呢 SAT平均分以前510 ACT的平均分34分 相对而言都是比较高的 其实Brigley他的课程设置有什么特点啊 那首先先跟大家说啊 就是Brigley的STEP的课程相对而言的不算特别的多 进度不算特别的超前 他12年级的高阶数学课对标是AP CACULUS AB 那高阶的CS课对标是AP的CS 这不是我说是他们官网说的下面给大家把截图给展示出来 就是如果说我们小朋友们比较喜欢STEM的话 可能Brigley不能给你更多高阶级的课程上面的一个帮助 但是呢他特别在哪 他特别在文史类的课程非常非常的多 并且涉及各个领域 包括说我们亚洲非洲欧洲 你的Legal History 包括Art History这些 只要你想在Brigley都可以上 那另外呢 Brigley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呀 他希望女孩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他会鼓励小朋友们的一个Public Speaking的能力 尤其因为说我们开这么多文学史学的课嘛 尤其尤其强调文史 还有一个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怎么培养呢 其实Brigley它是有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培养过程 K年级的时候呢 每天都会要求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去朗读复述故事 就不是说我非经给孩子弄上私校我就结束了 不是的 回家还要帮小朋友们去提高我的这么一个 Speaking的能力 那小学呢 因为说我们说一个年级50个人的一个班人数更少了 所以说除了说在各自的班级 平时进行发言 跟那些特别熟悉的同学 老师进行交流以外呢 学校也会安排机会 把年级各个班级的学生聚集在一起 让大家去分享 唱歌呀 跳舞呀 或者说进行一些诗朗诵 戏剧表演等等 希望说孩子可以说认识更多的朋友 并且在陌生人面前呢 present自己的才艺呀 或者说是public speaking都不会怯场 那另外呢 学校因为说是私校嘛 有最最顶尖资源 也会邀请儿童文学啊 包括历史科学方面的专家过来演讲啊 那小朋友们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其实从小学开始这种互动的机会都会比较的多 那初中高中呢 就是每个人都会进行演讲 我们说啊 这个学校那么忙 到底什么时间 我可以进行演讲的 那其实学校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 那基本上是会有一个45分钟的辩论环节 让大家去讨论历史上 或者是时事的议题 那这个其实Brady非常非常看重 也是在招生手册上面 单独标注出来 那其实就是除了说我们熟知的辩论之外 其实从右边图里看到 我们会进行一个更深的拓展 从一开始的问题 变成说我对这个世界周边的认知 我认为我心目中的女权 或者说是平等应该是什么样的 鼓励小朋友们进行一个更多的思考 那所以说呢 这边就为大家总结一下Brady的特点啊 爬上率37% SIM课程的难度不高 最标的 最难的课程呢 对标一批 没有说couch level的理科课程 但是呢 非常非常重视艺术 还有人文的教育 尤其尤其强调public speaking 那么说啊 这个思考申请跟相亲差不多啊 所以说Brady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啊 录取先号什么 他就喜欢有自己想法 并且敢于表达的女孩 因为是所女校 那后面呢 就为大家 总的来总结一下 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对比 这个还是一开始的表啊 就是课程设计 因为每所私立学校 其实都不一样嘛 自主开发设计 这个时候 大家对自主开发设计 这个我认为应该还是 有些了解了 那公立学校就是相对而言呢 大纲比较统一 那另外呢 哎 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 共同点是什么呀 我们私立学校有实习项目 有研究项目 公立学校有没有啊 也有啊 其实在 Jericho 包括STY 都是有research program 但是相对而言呢 可能合作的资源 不会说像 哎 私立学校那么那么那么的顶尖 或者说 相对而言 竞争会比较激烈一些 那在私立学校 会师生比比较少 并且一个年级的人数 也比较少 获得教师的关注 就会相对于公立学校更高 那课程体系呢 我们也聊过啊 公立学校其实还是 希望大家能够多修AP 那部分公立学校 也会提供 coach level课程 但是私立学校呢 可能就是会围绕自己的教学理念 他即使有AP 也不是以AP为主 而希望孩子可以成为 更加能够独立思考的小朋友 那这边哎 说说这个获得关注啊 或者是这资源配比 这个方面哎 说大家可能就是 甘说没有什么例子 这边给大家做两个case啊 简单的一个公司校的对比 那比方说情景一 哎 我想进入乐团 那在斯大怎么说 哎 我们知道斯大乐团特别好啊 每年都会到林肯中心 包括说到其他地方表演机会 那在斯大哎 想进入乐团 哎 大概通过率小于20% 需要你具有乐理基础 你需要去参加audition 需要和其他优秀的同龄人 进行竞争 但是呢 在私校哎 包括说刚刚讲 Brady Dalton 其实都不需要你有任何乐理基础 那你想去学习音乐 这边哎 只要你感兴趣 你就可以获得老师指导 哎 你就可以 哎 你也可以选任何的音乐课 那包括说他们招生手册也说 如果说未来想走音乐的路线 也会在十年级的时候 帮你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规划 那这边也跟大家哎 列一个 另外一个情景啊 情景二 如果想要推荐信 因为我们不管是上公校上私校 其实最终目的还是上大学 上大学需要推荐信 在斯大乐怎么做呀 就因为一年级差不多一千多个人嘛 那所以说哎 你需要排队提前三个月到半年去通知老师 老师不一定对你有印象 之前说过哎 斯大一个班多二人三十四个人 那相对而言呢 如果说你不是那么那么的top 那可能在斯大大家对你的这个 哎 老师对你的印象相对而言呢 哎 会比较薄弱一点 但是因为在私校师生比相对比较少 师生互动也比较多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哎 每个学校会有这种一对一的机会 包括说会有research program呀等等 那互动特别多 相对而言呢 要推荐信不会存在特别大的问题 不需要排队排那么久 并且呢 老师对你印象也会表得深刻 可以更好的知道哎 你喜欢什么 你了解什么 在推荐信里面呢 也会给出更加detail的一些内容 那其实呢哎也想跟大家说啊 就是虽然说哎 私校申请必非高不可攀 但是呢 不是说哎 这照照我们这个什么 IV prep league 八所学校我生一遍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是要知道 自己跟学校哎 是不是mash 我这个学校的外我提供的课程 哎是不是符合我未来 或者说我孩子未来的一个规划 面试这边呢 其实小娃看父母 啊 sorry哎对 小娃看父母 大娃看自己 sorry啊 这边有个type 啊 另外一个哎 私校其实只是人生当中的一部分啊 我们不管说是上私校上公校 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成为更加好 更加独立的人 其实上公校 你也可以利用公校的资源 来帮助小朋友们哎 完成未来的一个学业 以及人生上的规划 最重要最重要是哎 自己学会一个时间管理 以及自我管理 那其实呢哎 今天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因为其实纽约私校类型特别多嘛 刚刚也有哎 大家在评论区也提到 如果说大家未来对于其他的私校类型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哎留言打一个二 那我后面呢 也会为大家讲解其他的私校 那今天呢就很高兴见到大家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有一个纽约私校申请的白皮书 总共是有四所顶尖私校的介绍申请以及就读新生 这边您加我好友的话就可以领取PDF版本 而如果说想获得指示版的话呢 那您可以邀请两位家长好入群 我们会为您免费的寄送电子版 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对私校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纽约推华群 交流更多哎私校方面的一个信息 这边您就扫我二维码告诉我说要进群就好了 啊好哎谢谢大家哎 然后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Q&A里面啊可以在checkboss里面打出来 我这边跟大家回复一下啊 好31%的爬腾率里面大概多少是legacy 多少亚裔有这样的数据 哎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我可以告诉你啊 首先因为说申请啊 申请特别特别的难 其实你进取之后呢 哎基本上你已经是最最top的学生了 所以说爬腾率这方面 哎一个是我本身声援比较好 另外一个确实里面是有很多有legacy的学生 啊其实之前网上会说啊 刀腾差不多是50%的一个藤校legacy 但是用数据每年都在变 那多少亚裔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各个学校的网站啊 那可以看到每年其实竞赛里面 这个其实合并一下啊 就是长导有哪一所好思考 其实Francic Academy 挖到这些都还不错 之前公众号也写过Francic Academy 那其实是哎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所学校 但是呢嗯怎么说呢 其实总的对比长导的思考 没有漫导那么那么的好 嗯这边因为时间关系就 不跟大家详细介绍长导的思考 感兴趣您可以加微信 把我之前写文章发给您 私下跟您进行一个介绍 思考校风怎样 其实这个一般顶尖思考的话呢 哎至少大家都是哎独立学习 那其实呢哎相对而言呢 管理问题不用特别的担心 那除了说学校方面 其实还需要看家长啊 家长也需要对孩子进行一个管理 所以说其实我不推荐说 叫小娃去那种寄宿制的思考 因为相对而言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每个思考网站都可以看到 学校侧重哪方面 想知道如何找到适合自己 哎可以啊 其实哎首先就是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我另外呢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学校的自我介绍 包括说课程这方面 他会把他哎 认为他做最好的最特色的东西都展示出来 可以重点翻阅学校的招生手册 那如何找到自己的 其实除了了解学校之外 还需要了解自己的这么一个特长 知道说我未来追求什么样的 那八所顶尖学校有没有名字 有的有的啊 您稍等啊 我等会给您翻回来 这个八所顶尖思想 哎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可能 哎这边八所吧 I will probably ok 那听面试过的家长说 单亲家庭很难get accepted offer 其实会有这些就可能是真的 就是因为面试的话 一般是告诉你 如果说有父母的话 要求父母同时 如果说小孩跟父母住在一起 要求父母同时到场 这边其实就是相比较 嗯双亲家庭孩子 单亲家庭孩子 就是更多就是需要 父母一个人去进行观点上输出 那另外呢一些传统思想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 哎就是一个人又管孩子又上班的话 可能哎经历方面有限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吧 嗯 agree there's no real top All right thank you brady 学费多少几年级申请难进吗 住哪好啊 这个跟大家重新看一下brady的一个基本信息啊 好吧啊这边 学费五万八哎亚裔占比百分之六点七相对偏少 几年级申请入学窗口 其实哎这边没有标 但是一样的啊 可以跟九年级middle school 可能会有少量的空位 哎住哪好 这个就是看您的一个通行上的需求 20 school很难申请 有没有什么曲线救国的办法 比如从其他私校转学 嗯 就是如果说从其他私校转学这个可以 但是其实我觉得除了说哎 我上我从学校更多是我哎 如果因为如果是从其他私校转学 就默认您可能是六年级九年级时候 想让小朋友进入20 那其实还是需要孩子哎 有一些 长处哎 比方说我们的ICE SCT的考试成绩级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可以展示给招生官哎 怎么样一个印象 那其实除了说上学以外 更多的还是自己的一个能力 兴趣爱好 还有特长的培养 最近很多功效有亚裔歧视和校园霸凌发生 顶私这种情况常见 最近写了一个顶尖私校霸凌的微信公众号文章 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微信啊 我把那篇文章发给你 这个其实嗯 有 但是不是 那种 您想象的校园霸凌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软性上的 那这边可以加微信跟您讨论一下啊 啊 啊 关于Trinity 我可以帮忙回答 去过Trinity Open House 基本很难 对 嗯嗯 谢谢 谢谢您 啊 双语学校适合毕业后去美国大学 还是欧洲学校 其实这个还是看未来的选择 因为 啊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想去美国大学也可以 但是呢 很多小朋友们因为说 哎 我从小去学习欧洲的语言 并且我有很多去欧洲 哎 这种一个 访学的机会 那可能他本身对于欧洲的文化 欧洲的学校更有兴趣 那从上学校毕业之后 他也会自然而然去选择说 哎 我想进行一个更加沉浸式的体验 我想去欧洲的学校 啊 这个 每平均每年下来捐款要多少 其实哎 每个每个学校不太一样 但是可以跟您说啊 就是挺贵的 因为基本上没 哎 这刚刚说八所顶尖学校 都是需要说捐款的 哎 我印象中啊 就是 慢到不需要捐款的那种 哎 不需要赞助吧 赞助费的私校 基本上就是像 阿文就是这种表新的 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欢迎大家 哎 扫码 到我的这个 哎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扫码 添加我微信 啊 跟我来 进行一个沟通 那私校五成六的名额 也极少我们之前做过专门的一个小生出的讲座 您感兴趣的话 等下我把那个回报发给您 哪个私校的象棋 比较厉害 什么样的家庭能申请私校的financial app 呃 sorry 问题那有点多 那我我先一个一个回答吧 哪个私校的象棋挺厉害 象棋这方面突出会有优势吗 会 其实 我印象中哎 八所私校哪 哪所忘记的 可能是春节或者是 道腾吧 其实象棋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 如果说突出的话 是会有优势的 您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私下再聊这个问题 什么样家庭可以申请 私校的financial app 那 其实这个每年名额有限 那相对而言 其实可以对标滕校申请 哎 这么一个感觉啊 就是 你孩子学校特别特别的优秀 让哎 私校说哎 那 不看不看钱光看人的 我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 那他觉得说哎 学生跟我们学校的外部也match 相信说哎 这种优秀的孩子进到说 学校可以带给学校更好的发展 那私校对压抑家庭 social压力怎么样 其实会会有压力